我朋友 朋友给我送的包子 我在屋七和屋三交界处 给我送两海报过来 后来他就带来了包子 钢针的 哈尔滨的 图书馆的馆长好像是 在大陆都是鬼儿 还有什么创意 反正德国都是独家的 还有的人他就是把自己的花店搞得就像宫殿一样 不是宫殿的 就是比其他人的那个花店不一样 连越南人开的花店他不讲究 但是有的德国人开的花店 但是非常高 他就是以白花和蓝的花 绿色的花干为主 他就你进他的店 这边甭管那花怎么摆 就是两个颜色 哎呦看的真是高档 这也是一种创意 他就不同的花色品种吸引的就是不同的人嘛 就这意思 哎呀 东北包子闻的是想 哈哈哈哈 哎呀 这里没没中国 就是没有像纽约那么多中国人 你坐了也没人吃的 在大街上 这就是理发店了 理发店了 理发店其实也是一个床 谋生啊 今天我还是有几句话想说 就是这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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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近 明天是24号嘛 他临近圣诞节了 然后他们 还在呢卖东西 18点以前 然后这个时间 为什么人都那么兴奋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没讲几句人家就要 几乎垫垫都是这样 没讲几句就要 没讲几句就要 海报也要 穿单也要 本来我 我那个 海报想拿到我那个城市去铁 我想剩一点 哈 哎呀 全都给我拿光了 就是都要都要 原来没有想象这么多 所以就没 不够 不够刚才我就要 其他人有 给代表 我还想上莫尼黑去听 莫尼黑 那些富人 莫尼黑 2008年神运去的时候 呃 关桂敏和杨健生 他们说 走遍全欧洲 就这里的两场 这掌声不一般 是观众 当时在那 看懂了神运 所以这里 懂神运 啊 从那以后 另外空间和这个空间的邪恶 邪灵啊 他就控制 就是不让人 这是真正懂神运 传统文化艺术的 真的是 莫尼黑的富人 他德国 五十年代是 鲁尔七十富人区 后来 风水轮回转 从七十年代以后 八十年代以后 就是莫尼黑 我们西门子总部啊 什么宝马总部啊 都在莫尼黑 好 这是文化 柏林市文化中心 莫尼黑是艺术中心 他们有的人是这么说 那次他们就是 因为休息的时候 我好像是当保安吧 在后面 他们就说 这 这真的是 从掌声能听出来 不一样 哎呀 我们真的是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看入场和擅场的时候 都是自己讲真相 讲来的众生 所以吧 繁统文化 讲来的众生 你发剧院 你发信箱 你发一千家 你不知道谁是戏迷 你在剧院 你发 各个都是戏迷 各个都是戏迷 各个都是户远 有品味的人 那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剧院非常好 走 走 不湿粉袋 也不染化 都是纯天然的 都是原装 就有一次想想想想跟人家学剃眉毛 结果把眉毛给剃秃了 再也没长出来 反正好像现在这都是纯天然的 就是如果不剃眉毛的话 我眉毛再可能稍微浓点 这个意思 没所谓 没所谓 现在再讲一个创意 怎么创意 23号 上地铁的人还不少呢 其实现在已经都19点了都快 19点多了 20点了 这这这这这这 创意 在聊点什么呢 创意 就是习近平国王他不管的事 咱们昨天发现不在美国总统管 人家美国还把那个贪官朝阳区那个区长呢 这是啥 法院 法院的什么玩意 就是判了 就是只要他进入美国 就给他扣押 反正就是那么一个新的法律 这样来说呢 就是习近平不管 不管其他国家管 其他国家管 不管老百姓 咱们义工管 给他们创意 给他们生活 指出生活 谋生之路 习近平不管 人家川普管 人家其他国家的王管 就是你中国的国王太温庸无能了 太自私了 神就安排其他的国家 来管你这个国家了 川普现在定的一系列的措施 全都是管了 这个针对贪官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新政策 如果进入海关 马上就扣押 就那个新政策 当然他是要有证据 要知道他迫害死的人 是什么人名 什么地址 什么时候死的 那都是律师 可能是告到联合国去了 所以那个那个 那个 中国的 迫害他的那个 司局局干部 就只要出国 就肯定是被扣押 只要在美国买房子 那么肯定是 要冻结 冻结他的这些财产 这些事 只要证明他的这个财路 不是正当的 这个法律就说明你习近平 不管其他的国王和其他的国家 要管了 没所谓了 爱管不管 给你机会了 你不管吗 你不 千古留名留好名 你不愿意吗 所以那你自己去走 那个留恶名的路吧 现在你该管的事 你不管我们 过来给所有的被迫害的民众 一个构思 一个思路 一个创意 就我在步行街 商业街 一家一家拜访老板 我看到了他们 谋生的创业 都是一家一家的店 都是私人店 人家能创意 咱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创意 就开一个店 尤其是那个几十个人 二十个人合伙 做一个那个大斜坡的 在市中心做 所有的市中心 你搞成连锁店 大斜坡的滑雪的那个 你看生意好不好 肯定生意好 好 别的我想不起来啥 咱们每个人 对预言都有不同的理解 一唱雄鸡天下白 有人说是鸡年啥啥啥 但是呢 今天不是看人民报上 有一篇文章 就是说你鸡年啥啥啥啥 那都是宇宙更新以前 对旧宇宙的预言 现在不是旧宇宙了 现在是新宇宙了 所以旧的预言现在都不算 看到没有 地铁到处都是广告 谁用广告 到处都是谁用广告 这边 这边也是 这边也是 到处都是谁用广告 柔柔 那你说 那你说习近平 他不做他无能 还有耽误大家的时间 自己 我都说那么多遍呢 六十四岁了 你还不抓紧点 啥时候机会都没了 人家千古流英明的皇帝 你都是十六岁 登基大好年活 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 五十岁的时候 正当年的时候 所以他能够留英明 你这都老妈咔嚓眼了 你这还不快点 而且这个其他的人 比你做的好 你都不用招贤那事 那现成的九瓶共产党 只要在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媒体 你一步一下就震过来了 跟傻子说话 有眼不是太伸 尤其跟不信神的人说话 有眼不是太伸 看我这 这个话挺有意思的 小天使 这是地铁上面的一个画 为了等待穿四座 八十岁 这是走上 旧本的希望 旧本的希望 你的核心 你一步 这个声是我清醒 这个声给我理解零 这首歌声给我理解零 神圣 的 神圣 的旋律 是天赋 人的晴蕾 是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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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晴蕾 嗯 嗯 嗯 粘的 粘的 這可不是 這歌聲是輕輕 這歌聲對我力量 身受的旋律 時間功變得晴朗 根據今天的經驗 以後大家如果真實推廣傳統文化 想讓人家切入點特別快就接納 就是在人家特別高興的時候 你不要休息 你就去一家一家的去拜訪這旁人 心都服了 就是想明天快點合家團聚 然後今天23號在自己公司 自己的商店有場地嗎 然後召集自己的朋友來派對 都是正在歡樂 他們都是在私家的聚會之前 先把公司的和朋友的聚會先做了 跟中國正好是反的 中國是大年三十二家聚會 大年初一拜訪朋友親戚朋友 拜訪親戚 大年初二拜訪朋友 反正是這些第二代就自己去找自己的朋友 我們好像都是大年初三去拜年 拜訪自己的朋友 往事並不如煙 你看我其實我這幾年早就忘了 居然現在還去回憶這些 也是為了大陸的朋友都輕鬆點 別老去討論沉重的話題 但是沉重的話題又是現實的 你又不說也不行 因為你說張三說李四說王媽都說 他就形成一個場就是一個大的天象 人人都譴責習慣活摘這件事情 那你想想 人人都閉著眼睛都說跟我沒關 你看他那個天象就不動 所以人人都要譴責 那天象就馬上就動了 還有什麽就是這個意思 17分鐘 還有什麽創意 再想想 想起來再開機 我又想起來一個創意 但是這個適合文化人 像蒲春熙這種 退休了以後就辦學 辦什麽學呢 就像王小棠的先生 嚴小鵬他不就辦那個學嗎 就培養演員 培養的演員比電影演員 培養的還厲害 現在富標就是其中一個 這類似的辦學啊 他這個每個城市都有一個人民大學 人民大學它是什麽呢 就是免費讓各種人都來學 他可能有國家資助 然後你可以去拉啊 拉贊助唄 不拉贊助那就收錢 學中文班 學毛筆字的班啊 學英文的班啊 學烹調的班啊 這誰願意學誰學 還有那些俄羅斯的老舞蹈家 跳芭蕾的 他現在都在街上開芭蕾舞學校 專門培養孩子 還有一個是肚皮舞 我們那個城市 這是東南亞哪個國家來的 菲律賓啊還是什麽 他自己弄了個200平米的大廳 實際上有小舞臺 然後就是肚皮舞舞蹈學校 我說有人來嗎 我問他 他說有 他開始想跟我們一起 舉辦練功點 借他那場地 這都是生才知道啊 只要你真的是那樣的乾淨點兒 大風點兒 還有這個屁股條 可以修的 在這裏 就開一個店 培訓 培訓 乒乓球新手 這是個辦法 還有什麽呢 總而言之 什麽你這個認真做 都是一個 還有一個人專門收集啤酒杯 弄了個15平米的店 哎呀 前前前年好像是 就是關張了 因為他已經80了嘛 兒子也不願意接 你到他那個店 全是各個年代的啤酒杯 也算一個工總店 你要收你就有你的特色 你不要以爲什麽一夜之間暴富 就是老老實實的 有個窗口跟這個人接觸 你早上起來就是吃點喝點兒 退休了也沒人跟你說話 多難受 哎開個店 有個地方跟人說話 跟社會接觸 有的意思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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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